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为了让万里仁爱之家的长辈们 有舒适的生活品质 基隆分区九个福人社24号 是捐赠了价值大约17万元的一位机 还有日常照顾所需的多项辅具 希望提供行动不便的长辈 跟舒适安全的一位过程 同时也能够避免低限护理人员 因为搬运长辈造成脊椎受伤 累积成职业伤害 高龄化的社会 长辈人口数攀升 照顾人力以及技能也要提升 为了让万里仁爱之家的长辈们 有舒适的生活品质 金融分区九个福人社 捐赠了价值17万的一位机 还有日常照顾所需的多项辅具 期盼提供行动不便的长辈 跟舒适安全的一位过程 同时也能够避免第一线的 护理服务人员因为搬运长辈 造成脊椎受伤 累积成职业伤害 我们的家虽然是一个公立的机构 但是我们的设备 设备虽然都可以透过预算来采满 但是总是会有不足的渗透 像这边的UAC 这些UAC对我们来讲 就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的工资 当然 很多 因为我们的工资 有在做書 那你剛說什麼東西 我去買做教科很多話 你也有很多 小年代 醫療科學人 阿周是中高齡就業 阿周高齡就業 特別一個情況 女性比較多 男生比較多 那女生他的力氣就比較小一點 可是我們要移位的時候 經常就會到什麼工作 人案之家主任表示 老年人口比例十年來 可以說是極數的倍增 而照顧人力卻也是趨向壯年人口 其中更是以女性居多 要搬運行動不變的長輩 往往造成職業的傷害 照顧的人力衰弱 年輕護理人員卻步 讓長照必須耗費更大的資源 因此福倫社的輔助捐贈 無疑是雪中受炭 照顧長輩的同時也減經護理人員的負擔 福倫社有在需要優勝的時尊 也是可以跟社區的這麼大人 整個結合 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尤其可以送一些富士給他們 在生活中可以對他的生活有更改善 這是我們福倫社有最大的希望 今天是基隆分期九社聯合主辦的 福倫辛萬里情 輔助堅政儀式 堅政來幫助萬里虛仁愛之家老人家們 希望他們能夠得到更好的照顧 發揚福倫的理念 關懷世界 關懷社區 捐贈儀式中長輩們 對於未來的生活品質有所提升表達感謝 而基隆區九個福倫社 期待在行有餘力時 盡所能的集合資源並回饋社會 也幫助社區 在會後也參訪福倫所在的位置 並再看看是否還有其他的不足 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資源加入 也有越多的團體能夠一起來共襄盛舉 為高齡化減輕一些社會成本 記者 廖平函 萬里採訪報導 詞曲 廖平函 萬里採訪